不要被这个慈祥面孔的老头所蒙骗 他就是发生在60年代的变尸狂魔 叫之丑瓦罗 又是黑白片的一期 你要是不点赞不扣6 下回又不等了啊 官方也不给推送啊 为什么叫变尸狂魔呢 你注意看 对手顶膝都不好使啊 裁判要是再晚一点 肯定把你送走了 他被全民所熟知的时候 快70年代了 就比如咱们看到这个 和乔佛雷泽啊 包括后期跟弗尔曼 其实早在五六年 也就是他的家乡 加拿大早已红了发紫了 他的首场职业赛 就一个晚上对抗四个人 全部被他开头 这不是阿里吗 从哪下手呢 这样吧 咱们通过他和阿里 乔弗雷泽 弗尔曼那三位大仙 的比赛来了解他 好吧 这粉丝质量高啊 一点好处都没有 看看别人的评论区多好 什么泰森能不能打过李小龙啊 我的粉丝呢 就每天让我们找资料 也气不气 他第一次和阿里交手 就66年 白的就是楚瓦罗啊 叫楚瓦罗也行 这一年就传奇推广人 鲍布尔阿罗姆 和阿里的第一次合作 就安排他和楚瓦罗的一场比赛 此时的楚瓦罗已经活跃在拳台 十一年 十二年了 同时 这也是楚瓦罗第二次向拳王发起冲锋 65年 他向特雷尔时任拳王发起冲锋 但是没有成功 但是那场比赛被评为年度最强对抗 简单一点吧 楚瓦罗应该没有染者过世界拳王头衔 但是他为什么名气很大呢 首先 同时期 同时代 他和所有人都交过手 打法是非常生猛 鞭尸只说一个噱头 他的攻击点 要不然就是头部 要不然就是肾脏 很特别 不抱肝 就打你腰子 有传闻说阿里被打得肾脏出血 在这个资料上没写啊 阿里头部防守严密 只能打下边的 拳头出速没有阿里快 想用点数应到阿里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即使挨到拳头也是往前顶 唯一获胜的期望就是干倒阿里 相反 阿里想干倒楚瓦罗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楚瓦罗93场的比赛中 没有被击倒过 重量级 这算是个奇迹了 此时了解的会想了 那被福尔曼 乔弗里泽 TKO了 那不没倒吗 那一回再看看 他是怎么被乔弗里泽 TKO 怎么被福尔曼 TKO 这麽不积极 怎么整 不好对付啊 他俩就这么地儿了啊 点数败给了阿里 和乔弗里泽 和福尔曼 才叫真正的精彩 这是和乔弗里泽啊 没击错的话是六七年 和福尔曼是七零年 基本差不多 上下不差一年啊 忘了 这把挺清晰 楚瓦罗挺强壮啊 这二位的比赛 就没什么套路可言了 就是可 贴身进战 其实阿里的比赛吧 搂抱比较多 想看生猛的 还得是乔弗里泽 福尔曼 阿里把他属于 那技术流是吧 说太多了 不行啊 那咬文脚字的老多了 就比如刚才我那句话 TKO不算击倒 那就来丝的 TKO 那就叫技术性击倒 你说对 你说全对 93场啊 没有被干倒过 这是什么概念 乔弗里泽这个摇臂 看着就没有 泰森那么流畅 晃了晃当 但这个左手拳 那是相当狠的 把这个老楚头 是干够呛的 第二回合 右眼就受伤了 血流不止啊 但是不搂不报 就是轮道 这个场景让我想起来 大卫托哇和一笔不齐 太像了嘛 不过那二位是干满12回合 他们两个只打了4个回合呀 所以就这种比赛 对咱们全民来说 他们的输赢对咱们一点不重要 只对他们自己重要 4回合后半段 楚瓦罗的视线受打 反应迟钝 行动缓慢 踩不了头 哎 终止比赛 这叫TKO 和福尔曼的比赛 那就心疼楚瓦罗三个回合吧 布尔曼人送外号魔鬼 那不是浪得虚名 刚满21岁 变态呀 要不是故技 楚瓦罗掏腰子 哎 你看了吗 他很忌惮这个动作 那媳妇还九成心呢 必须保护好了 所以他开始啊 选择中远距离 利用自己的优势 福尔曼怎么打乔菲勒泽 很多人都知道了吧 好几次被干到 这变态 手中钻两个大铁锤 极强的穿透力 他打楚瓦罗头部的时候 他头部都起飞呀 可想而知那个力量 同时代 遇到这三位大仙 那就算倒霉呀 行吧 你看福尔曼的表演 我再巴巴一下 楚瓦罗这个家庭方面 既然磨叽了 就磨叽完他得了啊 楚瓦罗有句话 我的家庭 要比我的拳击事业难上十倍 因为他有四个儿子 三个死于毒品 他的妻子 由于忍受不了 那个丧子之痛 浮度自杀 生活中是非常凄惨嘛 所以他在78年退役之后 一直从事 禁毒宣传工作 保持着73胜 两瓶 18负 64场 KO战绩 那么今天这三场比赛 楚瓦罗只是给那三位大佬 增加了一场华丽战绩 但是在拳击这个历史长河中 他绝对是一位无法回避的热门人物 哎我去 行了老福头 轻点怼吧 乔治何必为难 乔治 下本 煞 煞